新聞警署長驚頭誰回到江議室 要來看就是江議室政府警察局 在這十六號記憲到夏晨 還有新任的分局長交接電力 第一分局 分局長由王文昇來接人 第二分局的分局長由聽順便接人 江議室長有民會前自告長 來主持在這張交接議室 有作為的民意代表和各界的貴賓 都出席誤會來作建政 中民簡單兩條 江議室警察局先下任分局長的交接電力 十六號在警察局後 能在等兩條基盤 由江議室長由民會前自告長來主持交接 除了感謝下任的分局長 對著江議室提安和交通共現之外 也基本先任的當人就任之後 可以發揮收聽 和江議室各局處當心協定 共同應做一個有運動的政党團隊 第一分局王文生 王分局長 他是從花年吉安分局長 調到我們嘉義室第一分局 我們特別要感謝 今天他的家人也陪同 那可以說對他最全力的支持 能夠全力的奉獻在我們嘉義室 非常歡迎王分局長 那另外二分局呢 是其實就在我們的隔壁 隔壁親家 水上分局的分局長 陳存斌 陳分局長 我們也非常歡迎 我想在嘉義室我們整個治安 是嘉義市民最重視 在黃建榮黃局長的領導之下 警察同仁非常的用心 不斷的創新 不斷有好的作為 讓民眾更能安心 我想一個安全的好城市 是大家幸福的源起 那今天雖然是疫情的關係 沒有很多人能夠參與 可是藉由線上 大家一起來祝福指導 會給我們警察同仁更大的力量 所以我歡迎我們新到任的兩位分局長 讓我們一起在為嘉義市的未來 全靈共享世代宜居 就是小小台台好站起 大大小小都教他們的一個好城市 那我們一起來努力 我想歡迎大家 也讓我們所有的市民一起努力 也藉這個機會祝福大家中秋節快樂 新任第一分局長王文昕 中央警察台下59級外屬科比價 曾經台南新法市政府 副警察局努洲分局組長 心底管政副警察局行政分局 和法輪官警察局局安分局分局長 心臨的第2分局分局長 聽順兵 共用警察台下66個行屬黑比招 曾經台南地的台中市警察局第3分局組長 配偶環境副警察局北山分局 和工藝官警察局最上分局分局長 這項舊接電力也在各級的民意代表 和貴賓的管理之下 萬萬完成 最新新聞 丟丁送王修宣 大義七彩虹報道 近年公安